當時出任務是為了要去救人的 但沒有想到卻是一去再也回不來 我們進一步就要說到 在這起意外當中 造成了四名永蕭是不幸殉職的 包括有陳柏翰 賴俊儒 施寶翔 還有中極員 好 我們要知道的是 現在屏東縣長周春銘表示了 接下來會協助將這四個人 是來入寺宗烈祠 在民眾眼中 他們四個人都是英雄 但是對於家屬來講 他們不希望他們成為英雄 只希望他們可以平安歸來 那麼當然出生入死的弟兄們 遇到這種事情 更讓小隊長陳文川是沒辦法接受的 好 當時負責帶隊帶進去的 就是陳文川 但是沒想到卻發生了意外 他很幸運的是奪過死結 但陷入昏迷清醒之後 整個人都崩潰了 我們要來看到是 行政院長陳建仁 跟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其實昨天到醫院來進行探視 他一看到長官來探視 整個人是嚎啕大哭非常自責 因為他認為當時帶進去 整個小隊只有他活了下來 更別說第一時間還有人質疑了 怎麼會在這種狀況之下 還要隊員進到火場裡頭呢 來看到大隊長陳毅 面對媒體的時候呢 其實他強忍著淚水好幾次的哽咽 一度還沒辦法說話 他幫忙解釋了說其實小隊長 當時也發現煙事越來越大 狀況不對立刻下令是要求全員撤退 只是沒料到這爆炸來得太突然了 現在他只希望外界不要再質疑 小隊長的專業 陣陣農煙不斷竄出 一旁消防人員準備進去救援 不料突然一陣爆炸 消防人員全都被吞進了農煙裡 完全消失在了鏡頭中 這場屏東工廠大火造成9人死亡 其中包含4名英勇消防員不幸殉職 新站院院長陳建仁和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也在23號一同南下探視傷者 臉書PO文寫下這殘酷的畫面 王必勝說和陳建仁一起在醫院探視 消防小隊長陳文川時 他放聲痛哭自責地說 整個小隊只有他自己活了下來 頓時整個現場只剩下滿滿心酸 他說我的弟兄都沒出來 當時我看所有在場的人 那個心裡都很不好受了 院長離開的時候就說 有一個這個慰問金要支援給他 他說我不要 就是給我的弟兄們 清醒後的陳文川過不上自己受傷 立馬向屏東縣府轉述當時情況 而他回憶起當時還沒來得及 使用滅火器就已經遭遇爆炸 那我說這段時間最後就不要再問他這些事情 讓他能夠情緒能夠平穩一點 那當然他是一個 相當負責任的人 聽起來那種感覺 一場屏東大禍帶走四名消防員 留下空蕩蕩的消防局 這種一起出生入死的感覺 或許在我們旁人無法理解 但卻在小隊長心中留下了 永遠無法抹平的傷痕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